这里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 深深一鞠躬 但是张笑颜先生 请问绯闻的女主角究竟是谁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突然现身北茧 和前中国小姐张淑娟鞠躬道歉 其实这个时间原定张淑娟要到北茧暗铃 对周玉寇和蔡玉珍提告 但因为周玉寇突袭还一度传出 张淑娟不来了 直到周玉寇离开 张淑娟才出现在北茧门口 眼面痛哭 协日的中国小姐如今一身白衣黑裤 素颜戴眼镜綁麻尾 好几度哭到双手颤抖 难以言语 我没有跟张淑娟滚床 我从当选到今天 我一天都没有跟她滚床 从一九八八年当选到今天为止 我跟您讲的什么张淑娟先生 什么李淑娟先生 我没有跟她滚过床 周玉寇小姐 你道歉是不够的 讲了好几次 梅和蔡淑娟所形容的事情 而即便周玉寇和蔡玉珍分别道歉了 张淑娟才不领情 还我一个清白 我今天告你告到底 周玉寇小姐 蔡玉珍小姐 你们太恶劣了 我跟你讲 在古代我应该投井自杀死掉 而且还冤莫白 我没有脸去见我爸爸妈妈 谢谢你们 我只能提灵控告 感谢大家 张淑娟当场进北柬地壮 委任律师提告周玉寇和蔡玉珍 涉犯防害名誉等案件 但书迎光幕多年 前中国小姐现身镜头前 要用法律证明清白 华视新闻张淑琪鸯与陈建达 SNG小组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喔